大小朋友捲起库管,捕羊苗,抓夫臭螺 体验沿下农夫种田的辛苦 也希望透过泥土、羊苗的接触 养成惜福爱物的生命态度 我们鹿骨巷农会推广鼓他们办这个活动 来这边瑞田、日光米田体验这个稻米 可以让我们小朋友就从小就知道 我们友善环境的重要性 还有它稻米的安全性、用药的习惯 而且他们住在鹿骨巷 没有甚深踏入到这个土地上 今天刚好这个机会可以踏到这个土地上 因为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来田里看过羊苗 然后今天来是想要下田看看它的乐趣 还有田长什么样子 这次是十位学童是来自茶乡内各国小 很多学童并不知鹿骨洞顶茶外 还有水稻田 更冲来没有下田的经验 因此活动主轴特选在佐水西畔 自古极有难投中药米仓之一的瑞田村 我们是觉得说很多东西都是从小扎根 那很多小朋友就像我们鹿骨 现在有十三个乡村 可是只有我们瑞田村它是有稻田 那很多小朋友从小就没有看过水田是长怎么样子 那今天我们农会的那个推广谷谷长他就来跟我们接下说希望让小朋友有这个机会能够真的到田里去走走看 不是不然他们以为说我们的稻子可能是长在树上的 那今天来了以后他们可能就很会了解说原来我们吃的稻子是从羊苗然后慢慢长大 全程有趣 热闹精彩 留下难忘的一日小农夫回忆 让学童们在暑假一起来体验农家乐 是一件很有意义且快乐的事 我看到我们六个园队 我们这些好朋友 办真理好的活动 看到我们的孩子 大家很快乐 我们的家庭 那这也是我们未来 要强力下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现在农业缺工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再来就是我们的农民老化 这个问题也走出来 所以要怎么让少年伯 在小孩的时候就接受说 好 原来这个种子就是这样做 怎么辛苦 吃饭的时候就知道 每一粒饭都不能随便等一刻 像我们时代都跟他们说 那碗不能老饭 为什么因为你就知道的辛苦 希望透过农物体验 情之接触泥土不秧苗 一掌和身风 期盼他们在幼小的心灵中 能对农业的认同 和珍惜台湾的传统米食文化 民意新闻洪一拳 入股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的词 中文字幕提供的词